雙十連續假期 太陽高高掛 許多民眾甚至好天氣 來到河堤 騎車慢跑和釣魚 享受悠閒的午後時光 不過這樣涼光露臉的好天氣 恐怕到了下個禮拜一就会變天 那預計呢 從下週一一直到下週五 好幾天的天氣 台灣的近地面風場 都是一片東北風的環境 的這個環境底下 所以在迎風面的 像基隆北海岸跟宜蘭 以及大臺北的山區 以及花蓮台東偶爾的降雨 機率是比較高的 受高東北風增強影響 下週一十四號開始 迎風面像是北部及東半部地區 都會轉為有雨的天氣形態 而只要一下雨 溫度感受上就會更有涼意 在白天高溫的部分 北部跟宜蘭 尤其是大台北跟基隆北海岸宜蘭 如果是整天下雨的情況之下 是整天有涼意的 高溫預估二十八度左右 特別要留意 然而對比台灣的好天氣 日本多地受到六十一年來 最強颱風哈吉貝影響 全國超過八千五百戶民宅停電 而放眼望去還有不少泡水車 淹沒水中 日本吉祥廳表示 從今天十二號傍晚開始 預估颱風哈吉貝 將從靜岡縣以及關東南部登陸 將帶來自在性的強風豪雨 提醒近期將往返日本的民眾 留意最新的颱風動態 原事新聞就散漫一股羅 台北市日本東京採訪報導 電視雜物資訪 Meет 汗